Hello 各位小朋友们 我是马同学 最近的这个新综艺是不是看着你眼花缭乱呢 创造营2020走了 少年知名来了 拜托了冰箱走了 认真的嘎嘎们来了 但是把这些节目都刷一遍 你就会惊讶的发现 哎 都是熟面孔啊 像是何老师啊 大张伟啊 郭契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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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老综艺人了 这其中呢 反倒是一名演员 引起了编辑部的注意 极限挑战里面 他是被哥哥们照顾的盲内团宠 你是大头脱里 他和郭契林 大张伟组成了金经济三丛 不少人看了综艺就表示 哎呀 邓伦太可爱了 被圈粉了 俗话说的好 真人秀是一面照妖精 很多演员到了真人秀节目里面 都会水土不服 急于给自己立人设翻车的有知 本人太无趣 反而让综艺可看性大打折扣的有知 但是邓伦他拥有人在哪里 圈粉现场就在哪里的神奇体质 在两档综艺里都是常驻MC 不但没有翻车 还有人有余啊 来 今日我们的挺腾议题就是 综艺演戏两开花 邓伦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邓伦在综艺上的表现 极限挑战里边 郭晶飞和雷家印的日常就是相互套路 可是面对邓伦 两个人的画风却出奇的一致 都变成了满眼的宠物 就连小月月被邓伦骗了也照样没脾气 因为没有什么是一个轻轻解救不了的 如果不能 那就两个 到了密室大逃脱这种主打惊悚悬疑的节目里 按理说这是彰显自己男友力的好时机 但是我们的邓伦同学呢 在节目里的常态是这样的 你以为邓伦在这两档节目里圈粉 靠的只有颜值和撒娇吗 极限挑战的一期节目里 邓伦就和邓伦换了一次球 结果他整个后半场都在给宋小宝报恩 全程跟其他的兄弟是斗志斗勇 就是铁了心 要把宋小宝送上第一名 最后虽然宋小宝没赢 但是心已经被邓伦圈走了 密室大逃脱里的邓伦虽然胆子小 但是有不少需要比拼脑力的时候 都是邓伦的高光时刻 而当团队通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 来到关键点时 邓伦也会挺身而出 站在泥堆里 让队员踩着他往上爬 在体力已经基本耗尽的情况下 还拼尽全力咬着牙 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 这么一圈看下来 可以说是要人不爱邓伦不可能啊 说完了综艺 我们再来看看邓伦这几年 在屏幕上的表现 天之骄子他演了 黄业精英他演了 潘尼少年他演了 这些角色虽然人设不同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自带苏感 邓伦不止在咱们国家的电视屏幕里苏 还一度苏出了国门呢 韩国的每日中国时事节目上 邓伦被最佳情侣奖提名 结果前三名的候选都是他 哎呀好骄傲啊 韩国人甚至还为邓伦造了一个新词 反男邓 意思就是反正男主角都是邓伦 一直到现在 每次极限挑战一波完 邓伦的表现都能在韩国 掀起一波不孝道讨论度啊 回忆一下 这似乎不是邓伦凭借角色的 第一个大型圈反现场了 早在邓伦正式担当男主角之前 他就凭借着大热电视剧里的小角色 圈了不少的份 《环乐松2》里 他扮演的谢童 不同于京东王凯的这种精英的形象 谢童呢可能是这部戏里面最粗糙的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另一面是锋利 惩治热血 邓伦难能可贵的呈现出了谢童身上这种 粗利的少年感 使谢童和关俊二的部分 像是对这部都市剧一次浪漫的出逃 关俊二来还谢童钱包的这一段 从关俊二出场 谢童的眼神就没有离开过呀 当身边的兄弟打圈 他的状态又变得防备 一方面对这个姑娘有好感 另外同时又觉得两个人不是一个世界的 从这短短的几秒内 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谢童复杂的心理 真人秀里秀啥都招人喜欢 电视剧里演啥都被人记住 你觉得这是因为邓伦运气好吗 马同学我来告诉你 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很多人只看到了邓伦大二就出演了穷妖剧 却不知道他也曾经一年多没有戏拍 以至于后来有了机会就拼命的抓住 能够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不睡觉 我这两年的工作状态 死而后生 我经常连续50多个小时不睡觉 去年年初和前年年尾那段时间 我几乎有半个多月没有在床上睡不觉 都是在车上 在路上 在2019年 分别跟杨颖马斯春里一同搭档过的邓伦 曾经也因为咖太小 在采访现场被记者直接从手里拿过话筒递给了别人 演陆赵海这个角色的时候 明明戏份不多的邓伦愣是跟着剧组跑了十多个地方 为啥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剧组里面都有谁 张嘉义 秦海璐 何冰 雷佳音 邓伦也很清楚 除了拍戏 自己还要学习 正是因为有了邓伦对角色的打磨 我们才能通过这些角色记住背后的邓伦 到了真人秀里 相比秀 更重要的其实是真 邓伦最大的特点恰恰就是真实 在娱乐圈事业起飞的邓伦回到石家庄 该老老实实的穿上小裙子 给人家当伴郎就穿 逢年过节走亲戚 乖乖签名的样子 像不像小时候被家长拉出来表演节目的你 邓伦在真人秀里完整的呈现出了这种真实 就像邓伦说的那样 他没有在演戏的时候不努力 也没有在戏外继续演 抛弃了人设的他 反而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极限挑战的毕业典礼上 传宠邓伦也是哭的最真情实感的那一个 总的来说 其实不少的演员对于上综艺心态还是很复杂的 毕竟真人秀可以带来更多的讨论度和曝光量 但是同时也会担心上综艺多了 影响观众入戏 对此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戏剧之内认真对待角色 戏剧之外认真对待生活 邓伦能做到的 你的哥哥也可以